大家好,我是袁啟聰 歡迎來到,大家好,我是袁啟聰 如果我們有一個命題作文 什麼車是最適合中國家庭、中國市場的 將這條題交給全球最厲害、最頂尖的豪華車廠 讓它作答,可能我身邊這輛車就交出來的答案 看起來好像滿分的一個答案 梅塞、德斯、賓池、驕傲的三叉、激的標誌 還有一個SUV的造型 中國市場、全球市場都是最受歡迎的一種車型 還有它不貴,我身邊這輛頂配 加上優惠,現在32萬有交易 還有七座的一個佈局 整件事看起來是符合一個高分的答案 我不敢說滿分,起碼是一個高分的答案 首先看它的造型,我對這輛車的造型是相當滿意的 A-Class、B-Class一直以來是年輕奔馳的主力車型 並且在傳統基礎車型上,它衍生出GLA、GLA GLA上一代已經有了,其實我不是很喜歡上一代的GLA 因為我覺得它偷了雞 在這輛A-Class基礎上,它升高了,充其量就是一個COS A 我對那輛車的評價 來到全新一代的GLA 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我試不到 本來這個時候我已經試完一兩瓦了 我未試到那輛車,我不知道它的表現如何 但是GLB也會是新世代的年輕奔馳 B-Class基礎上全新的一個車型 你看它的造型,跟B-Class相比,或者跟A-Class相比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那些影子 你會覺得它更加像一輛GLE 你看它的車燈,GLE、GLC,車燈的造型 方方正正的造型 我特別讚賞它這種方合的設計 你看一條直線條,來到車尾 意味著這輛車會有很好的頭部空間 它是相當之理想的,它不會捉煎煎做的 包括它軸距加長了很多 希望它能夠容納三排的佈局 特別欣賞的是,我是喜歡它的車尾設計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喜歡的 從這些車燈的設計 以及很典型的Benz SUV 的設計 我都會在GLB 上去見到 所以它起碼做到一條,這輛車開出來 大家不會覺得它便宜 這一點很重要,我已經開上回錯德斯賓池 開了出來,大家都覺得這輛車是差事 這件事絕對是錯的 所以GLB 在營造的B格上 我覺得這套設計是沒有問題的 全系標配電動的尾門,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我現在將這輛車設計為一個五座佈局 因為GLB 有兩種不同版本的車型 有五座,有七座 我這輛是頂配的七座版本 其實就跟一輛五座的版本 是沒有太大的區別的 行李箱空間可能是不夠五座那麼好的 但是好座車廂夠高 在實用性方面也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你買一輛七座 其實是同時包含了五座的大部分實用方面的需求 我等一會再跟你說第三排座位 它的人權狀況 但我想跟大家顯示一下 假如你真的買這輛車回來 當它七座去使用的時候 七座完全升起了 它的空間情況是怎樣 不過有一點它真是蠢的 這些就是歐洲車和日本車的區別 你見不見這裡有兩條繩 如果是一輛交給一輛日本車做 或者一輛本田去做 肯定是一條繩 它同時具備了一個解鎖和拉升的功能 但是它真的很蠢 紅制是負責解鎖 先拉一下 再拉黑色這條 這樣拉起來 所以其實是多了一個這樣的步驟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習慣了 但是也從這方面可以看出歐洲人造車 特別是Benz這些造車的思維 都是蠢腦袋的 好了 七座佈局全部升起之後 它的行李箱空間就鎖定無幾 我目測一個登機箱都擠不下 所以理論上 假如你真的當它是一輛七座SUV去使用的話 它就完全是拿來坐人 那些行李就麻煩大家 如果是長途旅行的話 你肯定多一點都帶行李 當然是抱著起來 其實這樣不是一個理想的使用場景 除了買這輛車 花三十多萬買這輛車 獲得最大的滿足是停車後 鎖住這輛車 一路離遠 回顧兩眼 看到Benz還是用那個 鬼五大的聲輝標誌和你打招呼之外 第二個令你覺得 你的錢沒有白洗的 值得的 就是坐在我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車廂何其這麼精緻 何其這麼美麗 所以這一點 哪怕你再不喜歡它 哪怕你再鮮入圍住都好 都沒得罵 唯一方面跟A Class和B Class不同 可能是因為它的車身尺寸 或者造型的關係 我覺得它的頭部空間特別足夠 所以我的空間感 會是AB家族入面最好的一部 包括我的視野 我旁邊看的一些位置 非常適合我們女性車主駕駛的這輛車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前排我不多說 基本就是大家熟悉的套路 最重要的是後面的第二排 或者第三排 我給大家演示一下 我認為第二排或者第三排 才是GLB大家最應該關注的一個點 我們買得這輛車的車主 它更加大部分的需求 甚至是決定付錢的那個 都是坐在這裏 老闆全部坐在第二排 第二排的情況是怎樣 你已經知道這輛車的軸距 會是這個家族入面最長的一部 好了 軸距拉長了之後 是不是意味著它的空間 亦都可以變得最大呢 那我的答案 這個要分兩方面去看的 首先我看一下最絕對的空間 因為它的第二排燈 你看到沒有 它可以前後 以一個這麼大幅度的一個移動 去根據第三排 是不是坐人的情況 現在是第二排 移到最前的情況 換言之這個時候 它第三排可以獲得最好的腳步空間 我坐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前排我沒有移動 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 我和價錢相比一下 那如果你現在 將第二排燈移到最前 相當於 就是 比HIGHLANDER的第三排還要差 基本上就有這樣的感覺 好奇 移到最後 那就很滿意了 移到最後的情況 這方面就相當於標準軸距 標準軸距有些爛音 標準軸距的C-Cars 就是這樣的腿部空間 不過你要注意 我又預錄回去 給大家看一下 這輛軸距是拉長了 但是它的車身結構 其實它沒有同步增加 體驗在哪裡呢 我拉開地毯你就會看到 那個地台突出來的位置 甚至是給我的坐墊都還要前 你明白嗎 換言之 我上車的時候 假如將坐墊移到最後 我的腳是會被地台卡住的 你表面上看起來 上半段的空間大 但是因為它軸距只是緊緊地拉長 車身結構 沒有做同步的一個往後後移 所以你給我的腿部空間 不見得有任何的一個增加 所以你需要上車的時候 好的姿勢 你的腳會懂得轉彎的 先這樣斜一點進來 再往前按 按下前排的座墊下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 舒服的上車座椅 否則你的腳就會被它撞到 上來按下 好了 再縮進去 這樣會是上GLB的一個好的辦法 好了 坐上來之後 因為它下面我已經說了 突出了很多 我的腳是不能捉到最後 總會覺得有些東西頂住我 你明白嗎 進入第三排之前 我想先調整一下第二排座位 一個合理的位置 怎樣為之合理的座位呢 我調到最前顯然 不見得一個合理的座位 去調到一個官方的位置 就是跟下方 我剛才說的突出的位置 是齊平的 看到沒有 我現在的座墊和下方是齊平的 理論上我這樣 我的座椅是舒服的 好了 這樣的情況下 第三排的情況會怎樣呢 你的蝦時期會不會咬你呢 這樣看看 一鍵 用手一拉開 它這邊就可以向前了 首先我想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卡拉位 這個卡拉位其實是不足夠的 對於很多SUV來說 這個上車的空間 是真的需要訓練過的人 才可以很從容地上來的 對於老人家來說 超過60歲的 我建議你真的不要叫他坐後邊 這樣是不人道和不孝順的做法 那些年輕人沒問題 讓他在這裏爬進來 因為實在這個位置 無論它的闊度和進入的角度 全部都是很迫夾的 很窄的 幸好它的車廂夠闊 所以我這個頭部空間 尚算是夠的 好了 坐進來之後 給大家看看 它的第三排 死了 你可能需要練個瑜伽才行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這是第三排的乘坐空間 理論上這隻哈士旗是不會咬你的 因為它可能已經夾均勻了 第三排的空間完全是不人道的 我不認為這個第三排空間 是真的可以坐人的 哪怕是成年人 是的成年人 我不認為這個第三排空間 可以讓他坐到的 年輕人小朋友的話 勉強可以 或者 不過這些東西很難說的 你記不記得前幾天 東莞那個年輕人 駕駛電動車 坐五條女兒 一樣飛到周周星 所以我這些評價 可能真的不客觀不公道 看你的需求量有多大 看你的慾望有多大 如果你真的逼於無奈 要真的塞五個人下去 起碼這車合法去提供這個需求 至於舒不舒服 是另外一件事 這樣都會好些 所以你很關心的第三排的情況 剛剛你看我的面部的表情 你就應該知道 你的水準是哪裏 如果你對第三排空間 抱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話 我勸你放棄這車 所以GLB最好的使用場景 應該是誤助真正意義的加儀 這個加儀就像你高考上的附加題 你不做是不影響去判斷你的基礎技能 如果你做了這個附加題 我無論你答得多少 都是你一個增加的分數 都是你一個出彩的地方 應該是這樣去看它 所以對於小朋友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個關心的問題 它行駛的感覺又是怎樣 怎麼說呢 從絕對的帳面數字來看 這個1.3T的機器 它有163匹馬力 它兩個版本還有一個GLB 180 現在暫時未有得賣 那個馬力小一點 只有130匹 然後它還會推出一個2.0T的四驅版本 那個版本應該是 我沒有猜錯應該叫GLB 260 那個就是2.0T 那個應該是最厲害的版本 它不是原汁原味的一個Benz機器 它是Benz與日產雷諾方面合作的產物 哪兩個大佬可以促成這件事的呢 一個是胡蘇佬已經退休了 第二個是卡洛斯哥欣 那個已經被人全球通緝了 所以兩位都已經不再負責這兩個集團 所以它未來 而這種聯盟的合作 未來的關係是怎樣呢 就不得而知了 起碼這副機器就不是Benz自己的一個出品 那就問題來了 不是Benz自己的出品的時候 可能它也未達到我們對Benz的一些預期 絕對動力去評價這個GLB 我不認為有問題 包括我的低樓響應 很好的 包括我們的波箱方面的一個調教 亦都是順暢的 你不要期望它有多爆炸的動力 這輛C-Lite車來的 它動力一定都不爆炸 但起碼它做到順暢 和不會覺得它乏力 在這種兩個人三個人乘坐的大部分的使用場景之下 它不會覺得它乏力 我覺得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第二個要表揚它反而是這個底盤 這個底盤我覺得會是目前AB家族入面 四款車我試過最舒服的一輛 A卡士和B卡士都比較舒服 GLA我未試過 我不敢說 但是目前來說 我覺得這套底盤 現在我各位的減速帶 很好 無論從底盤上來的營造反應 運作的噪聲 各方面的表現 各方面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OK的 是一輛很舒服的車 家庭車應該是這樣的 沒錯 沒有問題 不好的甚麼呢 亦都要回到這輛機器 剛才我說了動力是夠的 但有一點不夠梅卓德斯分池 就是這輛機器運轉起來的動靜和動態 太不梅卓德斯了 特別我踏高轉的時候 烏烏的聲音 對了 這種烏還要伴隨著一些拖曳的感覺 不高檔的感覺 不純直的感覺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輛機器 就是它運轉起來的動靜和移態 是不夠梅卓德斯的 反而最大的吵點並不是它的動力度 所以我對整輛車的評分 到最後我給它一個總結 以30萬的價錢 絕對的數據去看 你可以買到很多更大的車 很多好的車 HIGHLANDER這些更大的車 但你不可以用這樣去比 這樣比太理性了 和太沒有用戶場景了 如果我鐵了心地 我要擁有一輛梅卓德斯 我要一輛梅卓德斯 要加入我的生活的時候 這輛車是獨一無二的選擇 因為對手都沒有這樣的車型 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產品力的情況下 這樣的價錢 性價比你自己去評價 五座的話 如果你是五座車型 我對它評價的分數 可以去到75分 如果是七座的話 我可能會給多一分 它是76分 因為它實質上的使用五座車 和七座車是一樣的 它七座兩個位置 只是給你不犯法的情況下 逼多兩個人 是不犯法的情況下 逼多兩個人 你提供不了太多舒適的感受 以上就是我對GLB整架車的評價 我們要不要做交給大家 好嗎 好嗎 這影片 我們要不要做交給大家 我們繼續交給大家